阿咪,請我們今天要講什麼故事喔 香蕉從哪裡咯 你喜歡吃香蕉嗎 喜歡啊,我去拿香蕉給你啊 現在這麼晚還要吃香蕉喔 對啊,我要吃一根 還沒吃 喔好,給我一根給我一根,謝謝 幫我剝皮啊 你沒剝皮,你把皮吃下去 對啊 吃香蕉記得要剝皮喔 香蕉皮是什麼顏色的啊 黃色 那香蕉肉是什麼顏色 白色啊 對啊 所以記得要把皮剝掉喔 那這裡有幾根香蕉啊 一根 兩根 這裡有一根啊 一根 兩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喔,那我們把皮剝掉會發生什麼事呢 又丟在地上 香蕉皮丟在地上會怎樣 很容易讓人滑倒的 咻 摔倒在地上 所以千萬不要亂丟香蕉皮 那我們來看看香蕉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好不好 你給我一根香蕉嗎 好,這一根最大根的給你 好 你記得不要吃太多香蕉喔 因為其實香蕉還蠻容易讓人過敏的 皮膚會癢癢 是高敏食物 香蕉從哪裡來? 從冰箱來嗎? 不是 是冷凍還是冷藏 嗯? 嗯? 香蕉冰過之後會比較好吃嗎? 嗯 把它放進冰箱試試看 欸 過了一個星期竟然變黑了 變成了黑椒 黑椒 怎麼會這樣? 還可不可以吃啊? 應該可以 可以吃嗎? 應該可以 你覺得把黑黑的皮撥開來裡面會是什麼顏色? 白色 應該還是白色的 沒錯 香蕉生長在炎熱的地方 所以它很怕冷 冰過之後會變得非常的脆弱 外皮會變黑 但是呢 這並不是壞掉喔 太好了 所以你撥開這黑黑的皮之後 它裡面還是可以吃 我要吃冰冰片 好啊 你冰了幾天可以給我吃 嗯 我們可以等到夏天的時候再來試 因為最近有點冷 吃香蕉冰感覺很... 太涼了 很容易感冒喔 那香蕉生長的地方 陽光很強 會下很多雨 所以它喜歡潮濕 然後炎熱的氣候 像台灣就是 所以台灣的香蕉都非常好吃 這就是香蕉的牙 大約要經過一年 它就會長高 長到呢 你要抬頭看的高度喔 你看 超過你了 有一天呢 最上面的葉子和葉子中間 有一個鼓鼓的東西 慢慢的把頭伸出來 它的外面還包了一層綠色的皮 你猜這是什麼啊 不知道 是你最喜歡的紫色欸 不知道 最後變成一個大大鼓鼓的紫色大包 該不會是一個包子吧 該不會就是它的花 這個是花? 是它的花嗎? 你覺得是? 你怎麼知道 雖然它看起來很像花包 欸 但其實並不是花喔 而是... 它真的不是花 而是形狀長得很特別的葉子 它是葉子 叫做包片 如果瞧一瞧包片裡面 我們打開來看看 蛤 你看你看你看 就會看見白色的花蕊 這才是香蕉的花啊 香蕉花的根部呢 排列著綠色的小香蕉 在這裡喔 你看一根一根的 還沒有成熟 受到包片保護的香蕉脂肪 已經長好了 當包片捲曲脫落時 就可以看見香蕉的脂肪喔 哇 一朵花呢 會結成一個果實 當花朵枯萎時 果實就會漸漸膨脹長大了 香蕉底端的黑色尾巴 就是枯萎的花朵留下來的痕跡 所以原來這原本是一朵花呀 現在才知道 媽咪現在才知道 這裡有幾根香蕉啊 1 2 3 4 5 6 7 8 對不對 然後這裡有好多好多串 還沒有成熟的香蕉 都還不能吃喔 香蕉的養分呢 是由葉子製造的 養分會被送往果實 讓果實長大 所以香蕉葉很重要喔 它負責製造養分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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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然後輸送到香蕉裡面 這樣香蕉才會長大 負責呢把養分送到果實的 就是果皮和果肉之間 這一條條的白色細絲 你還記得嗎 剝下來之後一條條 就是這個啊 你記得它嗎 沒有香蕉皮上面的 嗯 它會附著在香蕉皮上 這些細絲雖然吃起來苦苦的 感覺像是多餘的 不過 我有吃過 你有吃過 我也吃過 不是很喜歡它們耶 不過它對香蕉來說 就非常重要喔 花剛開的時候呢 香蕉的果實是絕挺挺的 不是彎彎的 你看 一根一根直直的 等到香蕉的脂肪 越長越大 直挺挺的果實 會慢慢的往上彎 它開始出現弧度了 所以你看這裡 我們平常吃 這看不出來 平常吃的香蕉是有弧度的 這邊都是直的 到這邊就開始彎曲了 當果實越來越飽滿 就表示彎彎的香蕉長好了 不過這個時候 還不能吃耶 那什麼時候可以吃啊 呃 等到它不 它不 綠的時候 不綠的時候喔 喔 現在綠的是青的 對不對 還不能吃 要等它慢慢變黃 成熟 對不對 在香蕉還是綠色的時候 就要摘下來賣了 綠色的香蕉 又色又硬 一點也不好吃 聽說吃多了香味 慢慢的香蕉顏色會改變 黃色外皮出現點點的時候 就是香蕉變甜的記號 所以當它有太多黑點點的時候呢 我就不能 它就太熟了 太甜了 就不太適合你吃 你最適合吃差不多是介於 這兩個中間的時候 但也不能太綠 太綠實在太色了也不好吃 嗯 我要咬下去了 啊 哎呀 這個黑色的小點點是什麼啊 把它切開一看 結果 竟然 欸 出現了香蕉的臉蛋 欸 裡面有像眼睛一樣的點點喔 這是眼睛 這是鼻子 還是嘴巴吧 這是香蕉的切面啊 你看 切開還是怎樣 這是它的頭啊 黑色的點點 其實是香蕉籽 退化後的痕跡 如果 香蕉籽可以吃 可以啊 這當然可以吃進去啊 如果香蕉有籽的話呢 吃起來會很麻煩 所以人們才培育出沒有籽的香蕉 不過呢 就算把退化的香蕉籽埋進土裡面 也不會發芽 所以這次已經是 縮縮縮縮到一個不行的香蕉籽 很小很小 吃起來根本沒有感覺 那麼香蕉要怎麼種呢 既然我們不能把這個直接種在土壤裡 我們要怎麼可以種出香蕉 香蕉要靠從母豬地下的精 長出的小芽 才能越種越多 這豬小小的芽 會漸漸長大 將來呢 也會結出好多好多根的香蕉喔 所以這個母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香蕉的故事說到這裡 結束啦 用牙籤在香蕉的外皮畫幾筆 試試看 過了一會兒 可以看見畫傷的地方變成黑色的喔 欸我們也可以做做這個實驗 拿牙籤或是其他的比較尖銳的東西 稍微畫在表皮上面 試試看 它就會變黑了 香蕉受傷的地方它就會變黑色 我要吃 嗯哼 你喜歡吃香蕉對不對 我喜歡吃黑色 我們家最喜歡吃香蕉 應該還是非爺爺莫屬吧 而且我們家的爺爺很喜歡用香蕉皮來擦 擦他的皮膚癢癢的地方 所以有人覺得香蕉皮是可以止癢的 我喜歡擦它 我之前跟你擦過啊 結果越擦越癢 因為每個人的身體狀況真的不一樣 你不太適合吃香蕉也不太適合拿香蕉皮來擦 真的 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你不要輕易的模仿 好啦 這本就是香蕉從哪裡來 原來是從香蕉樹來的啊 好啦 結束了 好啦